当我们在Win10-125HR系统中安装好各种软件 如何封装一个属于自己的Win10-125HR ISO文件呢? 首先,在封装系统前,我们进入要封装的系统 确保地牌有空闲空间20G以上 以管理员身份一行命令提示符 输入视频中出现的命令 这一步是把当前系统变成可分发安装的状态 愿于克隆打包,制作系统镜像 等待命令执行完成后,系统会自动关机 我们只需要进入Windows的安装模式 点击修复计算机,选择键盘布局 点击疑难解答,点击命令提示符 在命令提示符中输入视频中的命令,回车 它就会把C盘完整地打包成一个 可以用于Windows安装后部署的InstallWin镜像文件 并保存到地盘里 待命令执行完成后 关闭命令提示符并退出Windows实验安装 进入系统后,查看地盘里是否有封装C盘的文件 接下来,下载Anyburn 用Anyburn封装属于自己的ISO文件 打开Anyburn,选择编辑镜像文件 选择原版的Windows镜像 点击下一页 双击进入Sources目录中 找到InstallWin文件 点击删除InstallWin文件 点击增加 把之前封装的InstallWin导入进去 点击下一步 为新镜像其的名字 点击开始生成 这样就开始封装属于自己的ISO文件了 视频中用到的所有命令 我已经放说明栏里 仅供学习参考 我是台妹小林 如果视频对你有点帮助的话 欢迎点赞、关注评论、转发